热人潘伟博上个月底呢 在演唱会彩排的时候摔得头破血流 休息两周之后呢 今天你看到他是首度复出 秀出了头上的包扎 目前状况良好只剩下一些淤血 但他说呢因为受伤 取消演唱会他很不甘愿 希望康复之后尽快在小巨蛋来开场 然后上面踩好了就是知道 他在帮我处理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礼拜六唱歌 我礼拜六可不唱歌 我礼拜六可不唱歌 他说你先不要说话 秀出头上的包扎 潘伟博会想起十月底彩排时 头破血流的瞬间 只有一个念头 还能不能办演唱会 会有很多的不甘愿吧 但是也是我的一个决心吧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回到 其实也很快的机会可以回到 小巨蛋再次冲返小巨蛋 目前拍摔的病情稳定 只剩下头部有小淤血 闲不下来的他边休养边写歌 他也跟更名相约 康复后要再战小巨蛋 而伤后付出的首场 选在校园跟爸爸一起出席座谈会 话题还是离不开 采盘意外 我其实也有点紧张 看到他们那一刹那 你知道 结果他们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表输这个动作 然后我爸看了就 我看新闻重播 我看到以后 怎么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 从空中 掉下来了 然后起来起来 掉下来了 这个眼睛里面的老泪流出来了 潘帅中没事 潘把偷掉泪 父子之情异于言表 潘伟博笑说 这次头部重创 能够快速复出 真的酸命大 未来的特技都将以安全第一 因为大家都无法承受 类似意外再度发生 记者成见来四号 SNG小组台北桑莫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